好知名的本土女鞋牌啊 这个糟透在二月原本传出即将要歇夜关门 不过呢 他们还举办了告别的特卖会 当时吸引了大批的消费者来排队来抢买 但现在没有想到二十一号居然宣布要重新的开张 而且大手笔请了名媛孙芸芸来做代言 前往来打造重新店面 整个重新专潢 让很多消费者看到吓了一大跳 本来以为呢 这间女鞋店已经经营不下去 认为之前的特卖会 根本是在清库存的招数吧 而协业的千金呢 他则说之前说拜拜 只是跟之前的品牌说拜拜 带您来看他们的说法 经纪粉刷装潢店面 增加长排沙发椅 还有三台游戏机 总共豪杂八位数字打造VIP室 提供消费者舒适购物环境 还用七位数的高价 请名媛孙芸芸代言 女鞋店盛大开张 母国这家女鞋店 2月20日到3月20日才宣布Say Goodbye 举办完特卖会 仔细一看 不到一个月 新开张的店家商标不变 只是从小写改大写 我先声明我没有说品牌要结束 它的经营策略既然要改变 它就必须要抛开它的过去 整个品牌要有一个新的形象出来 所以它就是全新以另外一个品牌形象 然后里面是复合式的商店 强调之前的说拜拜 是品牌自我重生概念 不过之前推出特卖会 被质疑根本是出清存货的行销首方 就很惊讶 就以为它又倒了 就现在又重新开 有点习惯 可能就是前面和 就之前都大特价 然后每个月抢购 然后现在的话 自己也变得不一样 然后又是同一个老板 然后可能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品牌改自不改名重新出发 去自远其说 是和自己旧品牌说再见 难免让之前抢购 特卖戏子的消费者 感觉受骗 记者吴嘉文 许周永 开不动